大家好,我是小新先生 這次跟大家開箱的是Ace Toy的國產007 編號是AT-012的1比6的Action Figure 看到封面寫著國產007 反轉角盒的後面就看到一些官圖 看起來好像有雙頭釣 配件好像很豐富 我們拉開外角來看一看 先看見雙頭釣和豐富的手型 另外配件就在盒子的後面 反著盒子後面就看到它擔著這件好燒雲 好帥 現在事不宜遲,馬上開出去和大家玩一下 鏡頭一轉已經開箱了 看到眼前的Ace Toy的1比6的Action Figure 而且它的配件非常豐富 豐富得快要炸爆螢光幕 好,首先看看它的頭雕 哇,這次Ace Toy的頭雕就是斜斜的,斜視的表情 斜視的表情其實都很難去做 所以看到它的表情可以看著一個方向 神情形重 好,另外 除了這個頭雕之外,它還有一個雙頭雕 看看第二個頭雕 第二個頭雕就是一個正式的表情 戴著一頂帽 好像這個正式表情 戴帽的頭雕好像更加正 如果換了之後已經更加吸引了 兩個頭雕給你 你喜歡用哪一個都無所謂 兩個頭雕都可以用到 另外,除了這兩個頭雕之外 你繼續看看衣服 它現在穿著一套黑色的西裝 西裝外套我覺得它非常薄的關係 薄得你見它裡面穿襯衣 馬甲和領胎都不覺得它臉腫 而且肩膊摸下去的時候 肩膊的位置應該加了一些綿 戴上肩膊會更加好看 很漂亮 另外它裡面暫時沒有腰帶 因為腰帶有獨立件給了我們 看你喜歡爛的也可以 不爛的也沒問題 另外這條褲子看上去挺纖薄的 就把骨頭修好給我們 另外一對是黑色的靈身皮鞋 這對皮鞋裡面看看有沒有穿襪 有啊 黑色的襪子給我們 看到一個這麼漂亮 這麼貼服的西裝外套 即是一個特務的造型 另外看看那些什麼配件 配件方面想看看第一個 一個不是黑超 這次 一個就是太陽眼鏡 用了金屬紅的顏色鏡框 另外配上一個紅色的玻璃鏡片 好 我們找個戴帽頭頂來試試戴眼鏡 來看看 好 戴了之後非常之正 這個眼鏡 我覺得這個眼鏡可以做得非常漂亮 簡直是愛不釋手 好 先放下眼鏡 好 作為一個特務 這些武器一定不能少 首先就是第一個 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一個黑色的手槍 黑色的手槍 黑色的手槍配一個滅聲器 那支槍就不是純粹的黑色那麼簡單 它就做了一些適量的舊化給我們 就有些層次的感覺 那滅聲器就應該不拆得出來 我不夠膽去拔它 奉勸各位都不要手多去拔它出來 一個黑色的手槍配一個滅聲器 好 另外 作為一個豬肉佬 用一個豬肉佬身份去埋藏著自己的特務 就是有一把的豬肉刀 豬肉刀上面這個位置做得挺漂亮 你看它的黑色很自然 好 除了一把比較普通的豬肉刀 另外 也有多一把 第二把寫著民族英雄小平鎮 哇 非常之強勁 簡直是一個榮譽 好 只有一邊而已 看看 那一邊是沒有的 就是一個民族英雄小平鎮 就是有兩把的豬肉刀 作為一個豬肉刀客 當然有一個刀套給我們 這個刀套就是一個仿皮的刀套 把刀放進去 非常之鮮薄 它後面有一個位置 可以做什麼呢 剛才說過了 它現在這套西裝上 它還沒幫我們爛過腰帶 它也給我們黑色的腰帶 這條腰帶 隨你喜歡 如果你用的時候 可以把它掛在刀套上 就可以令到刀套放在腰後面 隨你喜歡 你喜不喜歡用來講 好 那你先把刀套拿出來 好 除了這些之外 還有什麼工具呢 它還有六把 非常之小的飛刀 飛刀比較細小的 全部都是做了 仿像木柄的顏色給我們 所以看上去質感好像不錯 全部都是膠件 用這個上色上到很漂亮的方法 做到這六把的飛刀 總共有六把給我們 好 除了這些之外 還有什麼呢 有一個很強勁的武器 一個Gibson 這個Gibson 就這樣看上去 平平無奇一個黑色的膠件 當然它可以打開它 現在就不用入密碼 也不需要按鍵 輕輕的拉 就可以拉開它 看到它裡面做了一些 有些表層給我們 一些間隔 應該說 應該放一些武器下去 這個位置看看 咦 還有魔術貼 放什麼武器 就自己搞 可能放一些飛刀 豬肉刀 還有一些槍 可以塞進去 或者有什麼東西 可以塞進去都沒有問題 一個Gibson 除了這個Gibson之外 還有什麼呢 喂 一餅正 這一餅就是一餅錄影帶 錄影帶的內容究竟是什麼呢 我想大家都記憶猶新吧 就是用來療傷用 療傷的時候最好做什麼 當然是看帶 而今時今日不知道大家 還有沒有錄影帶機器在家裡 這餅錄影帶已經做了一些舊化出來 有些層次的感覺 真的猜不到 上色還非常漂亮 一餅的 不知道什麼加火的錄影帶 好了 除了錄影帶 還有什麼配件呢 還有兩個比較小 和很容易不見的 沒錯 那就是香煙 那些香煙 其實應該可以放進去嘴唇那裡 但是放進去之後 就有機會會掉 所以可能大家要加輕微的小小的補貼 或者小小的雙面膠紙 就可以貼住它 如果不然就會掉了 兩支香煙 給這個阿七去擔住 好了 除了這些之外 還有什麼配件呢 還有一些手型的 現在Figga手上 就有一個放鬆的手型給我們 好了 除了放鬆的手型之外 還有拳頭的一對 有對拳頭 當然作為一個特務 打氣膠上來 武器起身來說 拳頭都很重要的 拳頭的一對 好了 除了拳頭之外 還有一對的持密手型 有什麼可以拿著呢 待會等你自己發揮一下 好 除了這個持密手型之外 就有些可以給你拿其他東西 可能拿一些飛刀 另外一對的持密手型 好 另外最後的持...什麼呢 持槍的手型 讓你可以拿一下槍的手型 這些手型不是原膠式的生產出來 它也是噴了皮膚的表層上去 做了一些輕微的粉粉紅紅的感覺 好 以上就是全部的手型 另外最後的配件就是一個 印住這個國產007 ACE TIE 一個橢圓形的地台 有了這個地台的支架之後 就可以將這個特務的壓七 站得非常穩固 現在看到壓七非常有型有本 拿著槍 戴上帽子 戴上褲子 超豪華 真的被它射一射都不得之了 好開心 今次有一個Ace TIE 推出特務版的造型的壓七 繼上次也有其他廠商 推出這個豬肉弩的造型之後 究竟之後沒有機會再出其他配角角色呢? 我坊間知道也會有人會做這個金槍客的造型 但那隻金槍客我未必會訂 想著看看現貨的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如果漂亮來說可能會追回一隻也不奇怪 究竟有沒有機會做這個發明家達文西的1比6 action figure 如果有就更加好了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希望你都喜歡Ace TIE的AT-012 這個特務國產007的1比6 action figure 我們下集再見面 就這樣吧 拜拜 很近的 我問到 mol Instagra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